从中医药到呼吸机防护服 再到新冠灭活疫苗 烟饰子采集积极人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 福贸会上的抗疫元素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届福贸会首设公共卫生防疫专区 展区内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展出了其抗击新冠疫情的成果实物 包括特异性免疫球蛋白 新冠病毒灭活疫苗等 其中新冠病毒灭活疫苗为首次亮相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很多的大规模的人群 作为志愿者接种了这个疫苗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例严重的不良反应 所以它的安全性非常的好 那么我们从目前的数据来看 有效性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 京东美介绍 目前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已先后与阿联酋 巴林等十多个国家 开展新冠灭活疫苗三期临床研究 入组接种近五万人 所以我们觉得对它是很有信心的 而且现在我们所有的科研人员 应该说就是日夜不停 全力以赴的在推进这种三期临床的试验 我们觉得顺利的话 今年年底会上市 那么我觉得离我们摘掉口罩 恢复这种正常的生活状态应该很近了 疫情期间 呼吸机挽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 本届服贸会上 来自北京的一家医药企业就带来了他们生产的无创呼吸机和高流量湿化养疗仪 企业负责人介绍 二月初这款高流量湿化养疗仪在经绿色通道快速审批后 便在医院投入使用 参与到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工作中 那在我们的呼吸机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的EMC加云平台 我们的医生不在机器的旁边也可以看到机器的相关参数 可以给他进行远程的挑战 那这个意义其实对于这种院内的话 他不进入这种红区也可以进行机器的调整 这种感染风险的这个几率就降低了非常多 公共卫生防疫专区内一款烟氏子采集机器人也被不少市民围观 据介绍 这台机器人可以自行完成烟氏子采集过程中的采样收集等工作 医生只需在后端进行操作 不用与人直接接触 此外 公共卫生防疫专区还设置了中医药板块 亮出了三药三方等中医药抗疫成绩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